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被摧毁 被埋葬的阶级来对待 所以我觉得这部小说 虽然说那种革命的理念 我们在今天 我们可以把它抽象化 放到一边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非常真实的 也非常尖锐的去凸显出了 这样一个革命是如何强行介入了 这样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伦伦关系 当然到了 比如说到了中国后来文化大革命 五六十年代 因为阶级成分的差异 亲戚都不能来往 那么非常极端的例子 比如说像我家里 我父亲后来也参加革命工作 但是他很长时间不敢回家 就是说也要表示跟家庭划清界限 那个时候我听我母亲说 我母亲就是去蒸馒头 做包子拿到街上去卖 因为我母亲也一度参加工作 但是后来又因为成分问题 又没有工作 但是后来又恢复工作 所以有一段非常困难 但是那个时候 我父亲去什么 参加革命打土匪 但是呢 他就不敢进家 我母亲后来前几年 我母亲有几次病危 就不断地控诉我父亲 很多东西我都 我都是那个时候才知道 因为很长时间都不知道 就这都是作为控诉我父亲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他进了家 多长时间都不回家 我们后来就不断地也跟他讲革命道理 就说那个时候 还是要为了革命 这个还是要划清界限等等 包括他讲的很多那种 所以就是那样一种历史的一种变化 就是说你连你的家都不能进来 更没有说亲戚之间的来往 是吧 亲戚之间你过去 他变成成分好的 亲戚就不来往 但是也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细节 也是我 这是我独有记忆的 就是原来在我父亲家 做工的一个 也是长工嘛 是吧 他呢 后来做了一个公社革委会的主任 就公社的这个 那应该说文化大革命 那个时候已经是 阶级斗争非常非常激烈了 但是呢 他还会到我们家去拜年 那么这个让我非常非常吃惊 所以我一直去反思 这个地主阶级和农民的那种关系 就是这种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的真实状况如何 我经常会想起这么一个细节 那么我父亲跟我母亲吵架 是吧 这个 我母亲的多次控诉我父亲 我就听到他提到的一个细节 也是作为我父亲的罪状之一 他说我父亲对下文的态度不好 就是说因为我父母亲都是地主 然后我母亲家的这些 这个做工的人呢 也会到我父亲家去送东西 有时候也在那里做工 也会在那里帮工 他说我父亲有一次指着 那个跟我母亲家做工的人呢 说他说他就认为他态度不好 用手去指他 他觉得这样是非常不礼貌 非常不应该的 我就非常纳闷 不是说地主多恶吗 是吧 他就说对他说话 有时候因为他做 因为什么事情争执起来 或者怎么 他说他用手指了他 这是一件他记了几十年的事情 因为我母亲那个时候已经是我 懂事的时候已经是六十年代末期了 或者七十年代 我母亲还是跟我数过我父亲的时候 还说你说你父亲这个人多恶 他不只是对我 他这个对某某 还说他的时候都用手指头去指他 那么这个让我重新去反思 我觉得那么不是说地主多恶吗 都不能要打人是吧 他说话的时候可能 其实我后来知道我父亲 其实我父亲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的 就对人是非常非常客气 我父亲也有点像周建人 就说任何人到我们家 我父亲都会倒上一杯茶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的 这一点我母亲就说 说我父亲这个对人 就是任何人 他也不分这个什么职位的高地 也不分那个 就是送柴火的到你家 他都要给人倒一杯茶 他就觉得他有时候做事情就太过分了 这也是控诉他的理由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指控是互相矛盾的 是吧 这两个指控是互相矛盾的 当然那是讲到解放前 这个是说的是解放 这是我解放后看到的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 这样一种地主阶级和所谓农民阶级这种阶级冲突和阶级对立 我绝对不是说在这个宣扬这种无阶级论 这个过去的我们的阶级斗争是怎么怎么 但是我只能说以我的经验 真实的经验 对这个问题可能我觉得会有一些例外 可能会有更加复杂的情况会出现 所以这是我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我会有这么一些看法 那么 所以像这些叙事的 他都非常想去重新去建构 一种传统的 乡土中国的这样一个伦伦关系 把阶级的关系跟它置入进去 那么然后来建构起这种阶级的冲突和阶级的一种对立 但是不管如何就是在这个作品中我们也会发现 像这样一种革命的叙事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的 是那种邻里和亲友关系的描写 是人伦关系的描写 这样一个斗争其实是变得次要的 斗争是次要的 我们当然也看到 他不断地丑化 那个买办的陈家和官僚地主的和家和周家的人 都是道德品质高尚 这个都是非常正面非常正派的 是吧 然后这个陈家和何家人都是非常的恶劣 在道德上对他们进行一种贬义 但是呢 虽然如此 但是我们我要强调的还是说 这个小说展开它是依赖什么东西 是吧 它的展开是依赖什么东西 并不是依赖斗争 并不是依赖斗争 它作为整个艺术形象的这种饱满 丰富性和生动性 它所依赖的基础是那个东西 那么关于这部小说 它的含义我在书里面都写了 我这里就不多念了 因为时间关系 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 因为我们现在要进入 进入这个下一章了 但是现在我们一节课 要讲完这个很困难 也就是说讲到哪我们算了 这个月月做的PPT做的很仔细 她做了55页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55页 所以为什么叫集体想象中的抽我表达 大家今天我们读诗 今天的诗歌 变得非常的个人化 是吧 我们说有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文革后的诗 是吧 从蒙冬师到后蒙冬师 所谓的第三代诗人 然后到了女性的诗歌 是吧 非常极端的 是吧 然后还有什么 甚至下半生写作等等 在80年代 那个时候有飞飞派 有我们 有他们 是吧 这个我们 北大也有我们文学社 是吧 那么从志成就是我们文学社的社长 己论社长 这个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我们这种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在这样一种 变迁的一种历史当中 回过头来去看一看50年代的诗歌 大家会觉得 那几乎是政治口号式的 是吧 大家会感到 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会有那样的诗歌 在当时又会浪 那个时代的青年 那么乐学沸腾 又会让那个时代的青年 那么 有那么多的 丰富的感受 怎么去理解它 所以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 我们要建构的一种集体想象 这种集体想象的诗 这如此之最需要 个人表达的 东西的 它 又如何的 以超我的方式 以 这样一个大我的方式 来表现 所以 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去 理解这个时代的诗歌 它是如何最有效地将集体想象 和政治理念内化为个人的情感 那么 对于那个时期的 他们的心理情感 它是如何起到了 极大的作用 所以 我觉得 怎么去理解它 是吧 那么 那么我说 集体想象 虽然是国家意识形态诱导的产物 但也有人民 拙步 自发形成的愿望 与情感激奠于其中 社会成员作为个体 以其独特的经验 融入其中 既分享 集体想象 也给予集体想象 以真实的愿望 与情感基础 那么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 我试图引导大家 去思考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在诗歌 这一艺术形式上 在历史化 与艺术的美学形式之间 它如何进行了 最为激烈的博弈 那么虽然说 那都是歌颂祖国 是吧 歌颂时代的作品 但是 它又依然投射了 一种各的那种想象 各的那种情感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中国的社会主义 跟美学的经验 它是超出了 这样一个西方的 那种理论的 甚至包括 我说的秉鼓行轮 试图在民族国家叙事 和个人情感内化 两方面做出一种分裂 我觉得在社会主义 文学经验中 他们二者经常是 融合在一起 而且以一种非常 奇特的方式 交织在一起的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 那么 确实就是 我们要如何去看待 一个新的中国的建议 对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 他们的那种带来的新的希望 带来那种激情 所以那是有非常强大的真实感的 那么这点 如果说没有历史感 我们今天很难去接受它 很难去理解它 是吧 大家想一想一个旧中国 确实 这个 国破三合在啊 大家想一想这个 中国二十世纪 经历的那么多的苦难 战争不断 是吧 从这个 从这个 上个世纪末 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 就是那种帝国主义列强 军阀混战 是吧 然后这个 革命 然后动乱 然后是这个 日本侵约 然后是战争 那么直到这个 1949年 中国成 中华人民共国成立 这个才来了 迎来了和平 那么这对知识分子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 强大的现实 而且确实是展示了 一种新中国的一种 这种美好的一种想象 所以是他怀着那种激情 那种乐情去歌颂他 他是怀着那种激情去迎接他 有他的历史的真实依据 有他的历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所以今天 大家如果说仅仅看到 他的那种夸张的词句 看到他 作为一种诗的写作 只是一种赞歌和颂歌 我觉得是不对的 所以如果去理解诗 作为一种个人的情感 这么一种艺术的形式 他在一个人 他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 那么深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去理解 他本身存在的那种 合法性和合理性 是吧 当然大家看电影 看过去的电影 季节号也好 是吧 那么色戒也好 是吧 然后风声也好 我觉得会大家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感受 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个人 他的命运 就是和民族国家 那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甚至包括女人 是吧 我在解读色戒的时候 在我博客上 大家可以搜到我这篇文章 是吧 就是说其实这个女性 她为什么要和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 她为什么要和革命联系在一起 是吧 像风声最后那个大商人 那个商人的女儿 是吧 这个她为什么要去做一个地下工作者 是吧 她为什么要刺杀王精卫为政权的叛徒 然后刺杀日本帝国主义 就在那个年代 你就面临那种命运 你个人就被卷入历史当中 是吧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一苦思甜 是吧 大家想一想 今天你们生活的这么潇洒 这么自由 是吧 那么 坐在教室里面读书 写的作业写的不好 无非是少了几分 是吧 从90分变成85分 是吧 然后你们很难过 大家想一想 你们的师姐林昭 是吧 在那种年代 你写一首诗写的不对 你就要掉脑袋 是吧 那么当然 就是说那种历史 大家会说 那种历史存在是非常荒谬的 但有时候历史的存在 是它存在即合理 它有它的依据 有它历史前提 它无法摆脱那种历史前提 它来创造 创造出一种自由的 个人的 无限宽松的一种氛围 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过去了三十多年 是吧 大家才有个今天的这样一种宽松的 自由的 我们相对来说可以自由的 相对还是相对 所以来探讨问题 那么那种真实性 我觉得 要理解 同时呢 诗人 这些诗人们是如何秉持着延安的革命文艺传统 努力把自己融入革命洪流 融入伟大的时代 那些忧郁与徘徊的 小自然的情调 早已扫荡一空 任何个人自我的情感都被驱逐出革命的话语空间 当然这一点 我可能要做一点修正 就是我认为在那样一种革命的激情的一种澎湃的表达当中 个人的情感和内在化的经验 还是有它特殊的一种建构方式 所以这是我现在试图进一步的去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途径 就是即使在这样一个宋歌啊 这样一个民族国家的战歌历史叙事当中 我觉得个人情感的一种建构 个人经验的一种表达 依然有它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那种投射 乐爱祖国 乐爱民族 歌颂时代的投射 也是它的自我的一种实现的一种方式 我有这么一种看法 当然我这看法不是回到过去的老调 是吧 一个人只有和民族国家密集在一起 他才伟大等等如何 我还是在一个现代性的一个结构当中 这样一个二元关系当中去理解他们互相的纠缠关系 和其方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我曾经讲过在前几节课 是吧 这首诗呢 大家可以看看 确实是写出了那个年代 那个时刻 中国知识分子也好 中国人民也好 他们的那种心理 那种情感 他说 多少年代 多少中国人民 在常常的黑暗的夜晚一样的苦难里 梦想着你 在涂满了血的荆棘的路上 寻找着你 在监狱中 或者在战场上 为你献出他们的生命的时候 呼唤着你 这就是对新中国的一种向往 对新中国的一种热望 所以何其方呢 在五十年代上半期呢 五十年代初呢 也写下回答这样的诗 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下 何其方这么一个诗人 他的特殊的身份 他写的诗还是有某种复杂性 而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奇异的风 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颤抖 我的心就是这样被鼓动着 它感到甜蜜 又有一些惊恐 轻一点吹哦 让我在我的河流里 勇敢地航行 借着你的帮助 不要猛烈地把我的桅杆吹断 吹得我在波涛中 迷失了道路 有时候我也想 像回答这种诗 能够发表 同时呢 也因为是何其方写的 如果是别人写的 我估计他要遭遇的这种批判 如果是爱卿写的 这肯定会遭遇的批判 会田间写这种就更那个 但是你发现 这几乎是何其方 一个人独特的特权 大家看看这种诗 在那个年代 他说 我的翅膀是这样沉重 像是尘土 又像有什么悲痛 压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 我也要努力地 飞腾上天空 你闪着楼合的光辉的眼睛 望着我 说着无尽的话 又像阴切地向我 期待着什么 请接受吧 这就是我的回答 那么这是非常的沉重的 那种忧郁和彷徨 是吧 很奇怪的 有一种对自我迷失的 一种 一种忧郁 和一种 一种苦恼 那么在三四十年代的 何其方是最擅长写作 知识分子的弥满 惆怅的情怀 是吧 他词语清理 情绪婉转 忧愿中呢 总是有一种 俊逸的格调 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他一直当任 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的所长 那么我有幸 在这个所 供职了十六年 那么在文学所呢 何其方几乎是 被神话的能物 都认为他多好多好 对多么公正 形象多么高大 然后这个对 这个研究人员的 多么体贴 多么关怀 多么秉公直言等等 都是关于他非常好的传言 但是大家知道 他这个写过一系列的 批判文章 是吧 批判朱光浅 批判胡锋 他都是打头阵的 那么胡锋 某种意义上说 他说霸去头上的五把刀子 也是针对 何其方 对他的那种批判发出的 如果不是何其方 写的那种文章 可能胡锋 不会那么愤怒的 写三十万言 但是那是那一个何其方 但是我在文学所听到的 众口一词的何其方 是那么一个何其方 然后呢 写诗的何其方 又是这样一个何其方 是吧 所以 一个人的那种多面性 中国知识分子的多面性 确实在五六十年代 是 在这样一个革命的一种历程当中 确实被建构得非常的充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